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歡迎來到膠舍現場 我們找了Grace來試這個標準Zoom 其實你之前用的白色機 一買機就會買標準Zoom 小時候的那些 你覺得夠不夠用嗎 對我初學來說就夠用 因為我沒有要求那麼高 還有我交供貨也沒有那麼高要求 就會覺得其實也夠了 但當加入了這個膠舍現場 發現原來的東西是差那麼遠的 那些東西差那麼遠 還有要買東西 要用很多錢 就是這樣 你現在拿著24-70 Sigma 2.8 光圈 就是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鏡頭 標準Zoom 大部分人都會有一支 入門鏡也好 入門鏡也好 小機鏡的KID lens也好 都有一支標準Zoom 那為什麼要用這麼大的光圈呢 2.8 光圈 比起你之前那些多少 多少光圈 什麼3點 4點 對 我那個去到4點 就是 是不是適合晚上 還是 因為我平時拍照都是去旅行的 真的沒有什麼要求 總之要輕細部 對 還有晚上我拍到清楚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光圈小一點 可能有一些細節 或者特別是晚上我可以拍得多一點 這個感覺 就是那個 清晰很多 對 就是不要outflow 對 我就不適合了 這些大支鏡頭就不適合 不適合它 好 我試吧 這次 其實另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 譬如Sony出現了人眼對焦之後 這些這麼小光圈的鏡頭都可以追到 譬如去到Sigma這些大光圈鏡 又如何追法呢 你可以示範一下 就知道 可以 別擔心 歸陽 ünü 全體 完整 每天 完全 ulated 積を 裙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還是真是支鏡的顏色 我真是不知為何 可能我小用Ars鏡 我認為Ars鏡原來是有些特別的味道 對 日本的天氣很藍 是事實 但譬如說 去到近的不關空氣問題 但總是所有東西都很高 反差很強 顏色很鮮艷 首先是因為冬天日本 接近冬天 日本的太陽視線是側一點的 全日都打色 硬正一點 立體感會強得很厲害 所以日本天生的東西都會影響得漂亮一點 沒錯 可能是 香港你捕捉時間應該都可以 連它的顏色都肯定是鮮艷 狗也有趣 真是生氣 大部分我的照片都是那種光線 還有郊外外外外外外 香港人有機會是中國下午 黃昏 其實光線都很漂亮 光線先走 再加上這支鏡是瘋狂的 我覺得燒得很厲害 有多小型呢 一起打開看看 分了包裝的24和78最主要都是 純粹給大家看看照片的效果 剛才我看到你刻意有這個 夜景 有少許影響的 因為夜景需要多點時間曝光100 ISO 所以就有些地上的人 主要是看天空上面的燈光 現在說其實都是一些光線反差大一點的地方 這個不合格 被人撞到 但普遍裏面來講 其實就看到YOPEN也算是非常非常鎮定 你看到釣魚的位置 釣魚絲的線 是很誇張 很幼 但很清楚 看不到那16 但譬如說裡面的圓光 就算看一張打開看看 其實真的在逆光的情況下 旁邊的東西還是很清晰 很細緻的 即是現代鏡是不同的 再加上我現在要提提大家 這支24-70 是設計為無反相機的 即是等於L-mark 和同一支鏡 這支就是E-mark E-mark 當然先出現 因為太多人用了 看回真實一點 日光位置之下 由2.8 光圈去到22 光圈 其實就真的看到22 光圈是輕微的有少少啵啵啵的 但已經都好收貨了 即是神經病 對 16 光圈就好一點點 但最鎮定的 即是其他都不能分別 由2.8 光圈去到11 光圈都是鎮定的 所以沙漠就OK的 其他就全部都是鎮定的 有得放假真的不同一點 你看 對 衣服都好一點 對 心情都好一點 留在香港真的有少少頭痕 你要堅持要看這歌 堅持看蘑菇雲的細節 很有立體感 我從來沒試過拍到這麼有立體感的雲 是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是在火山爆發的情況之下 其實周遭都是多層的 而拍到這麼遠都應該是Burr的 但其實那些山脈的山細 仍然是見到購物 都是在用這個Sony HR3的 對 所以這部機制的確是非常厲害 講完24 之後呢 這些其實剛才知道的效果差不多 其實都純粹大家看看景色而已 即是2.8 的話就齊了 東西就完全沒有問題 真的硬正不得了 硬超硬 如果要說風景照 Art's Lens 真是一個頭號選擇 好 看完24mm 現在又看70mm 都是看一些細緻的地方 鏡頭正中間 其實我就會覺得 當然28光圈也挺大光圈 其實看到收到22的話 其實中間也看到有少許的虛化 但如果你問我的話 真的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即是2.8用得了 去到年代已經 2.8到16是差不多 完全看不到分別的 剛剛說的在24mm 16和22是比較的 16都還看到分別的 22.8到11就完全銳銳了 收光在Terry的情況之下 去到16都是完全很銳銳的 只有22有一點鬆鬆的 去到鏡頭側邊的效果 都是大致上差不多 譬如這些我們有時拍合照 一排的那些 這些是最重要的位置 也不錯 是的 只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極度極度紋銳銳的話 就不要收22光圈 那就已經很夠用了 另外也看到你拍了少許 鎖鏡頭 因為這支鏡頭也特別鎖鏡頭 大概扭到50mm 45mm 是的 因為也要跟0.4.5mm比較 他自己就知道 稍後再跟大家說 是的 普遍來說 其實真的 你大概跟他的物件差幾遠 我都是0.45左右 所以大概半米距離 出來的線條也挺實 當然不是Genternot Shop的意思 因為日中間有些風在動 是的 沒錯 那到他定了的位置的話 其實真的都 都可以說拿著這支叫做Standard Zoom 拍下食物都OK 很全面 其實都可以再近過之前的一些標準鏡 標準Zoom 是的 我們Lunson就先到這裡了 如何 你說這支鏡 是的 標準鏡 基本鏡 你問我的心 一定想起第二支架 哪支 G Master G Master 如果以G Master 和他給大家 當然是看價位 是的 大概標價都差 三千多四千元 就是標價而已 標價 大家知道這些 相對來說第三廠的品牌 當然是覺得他會便宜一點 就開心一點 所以我就未必會一開波就會追這個價錢 追又怎樣為之追 就是一開波就買 我會嫌為貴 是不是 就是以他定價 就是等二手啊 經常都 有啊 固知然好 但是你問我 同一時間就是 第三廠當然是對第三廠比的 跟哪支比 有沒有比第三廠 有支沒有它那麼大廠 但是看你的那支 那支 2875 都很神奇的 那支又小支 又難買 然後我看回一些 又難買 有一位觀眾留言 出去有錢就買到 你無錢香港人而已 外國買到的 真的好慘 因為我們經常都會說的 我們永遠都要取死一件事 就是你上面質素 那個去到文想階段 當然又貴又大支 是啊 但是有時我們經常都帶出街 尤其是standard zoom的 當然是有時細支方面 還有close up是重要的 close up 是啊 這件事就變成了 令到我會在這兩支鏡子之間取死的位置 如果以這個24-70來計算 28-75那些太超班了 我們不敢比較 如果以24-70來計算 原裝的2.4 2.8和4光圈 然後再加這支 比較 這支是最後推出 剛剛今年才推出 另外兩支是2016和2013的 4光圈 2016就是208光圈的G-Max 基本上這支最好的 放大比率最高的 0.34 就是最近0.18 就是close up的時候 對 close up的時候 就是放大比率 Terry那時 就是最Terry 基本上這支太遲出了 這麼好的鏡 真的遲些出 就是差一點 是有競爭能力的 就是它會給你一個close up 這個是它贏了G-Master的地方 但是輸就輸重量 如果比起4光圈 對我來說 我覺得4光圈是很夠用的 而且它真的比較便宜 以第三廠鏡裡面來說 打到7折 其實價錢就很合理 它的定位很清晰 就是說我是第三廠 我一樣這麼漂亮 其實我覺得漂亮一點 你覺得漂亮一點 我沒有直接比較過 因為在記憶之中 有些位置24mm 208G Master 是某些位置有點凹凹的 可能借的那支鏡 不是那麼好 即是QC也會有些影響 是 早期那些鏡 而剛才我叫做 很輕鬆地聞上的話 其實都看到就是說 它除了22支 across 全部的Shotless都是 不得了的 即是它就著2.8來做 這支鏡就 這件事是以前 一向講開G Master 才能做到的 而它都做到了 它比G Master 短一點 其實就粗直徑就差不多 重量就差一點 重量輕一點 輕三百 五百五十克左右 所以大家都是一個 G Master以外的 一個挺好的選擇 即是你說 如果不一定價錢 可能你的人會嫌不夠驚 不如買一些新鏡 這個Savless 相對地高很多 我覺得 還有因為這個系列 這個叫DN的系列 其實這支鏡 你留意一下 其實是另一個Mount 它也出現的 就是自己的新的LMount 不是自己 是合作的 即是這支鏡 有一個LMount 是比PanSolid 和Leica都用到的 這支鏡 肯定比PanSolid 都小很多 共榮圈 是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 挺好的選擇 對Solid 因為它開發了LMount的市場 很多鏡 都開發給 這個 無反鏡 還有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支45mm 2.8 早前借過的 一會再跟大家分享 另一條片 那就是講 它可以做到很細枝的鏡 它開始開發 但我也是在等著 等著這支廣告 即是它有能力 積牙高得利 它都會告訴你 這支廣告 沒錯 另外一件事再提醒大家 另外它早前推出的 一支35mm 1.2 我們不夠時間做這麼多 我們再分享一些 我看過了 有這麼多的經驗 就是那支鏡 就是設定了 這個LMount 還有外面有光圈環 跟Solid 很多 貴鏡 有一樣的 有光圈環在外面 那它再跟單反開支3 1.4比較 1.2 當然是大支很多 重很多 價錢我忘了 然後就是 它設定了 這個無反的定焦鏡 是比單反更漂亮 很多很多的 直接是用1.2 用1.4 指邊 還有那個 抹鏡式的 Burl呢 的鬼都是這麼說的 抹鏡式 抹鏡式 的Burl呢 是漂亮很多的 就是超級 超級漂亮 還有超級淺鏡心的 但是當然超級大支 我當大家都有錢 全部都買得起 大支這個 未必人人都拿到 但是就 那個訊息就是說 接下來它的定焦鏡 那方面呢 是很大的進步的 無反那方面 那鬆鏡就 進步少少 所以就是說 我們經常都很期待 三個品牌的大結合 譬如Sonic Sigma 和Leica 我會看到 其實在整個結合 裡面 大贏家 是會貌 一向做鏡的公司 是最賺錢的 你看它 越來越闊 什麼鏡都有 你就知道 不賺錢 怎麼出那麼多鏡 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吃不到Sony 那口水 是啊 所以這支鏡 是先出Sony E-Mine L-Mine 還有我最後一件事 剛才我還沒嫌它貴的 我知道為什麼 為甚麼 Made in Japan 哦 那支也是 這一樣就令到我強迫 OK 你肯定那支100%是 我忘記了 我的印象好像 我忘記了 在網上還沒找到資料 炒炒 補回來 OK 我們補回來是還是不是 下面 OK 好 那這支鏡我們先講到這裡 要完 要交片 OK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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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